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开始学习第二节金融工具的计量 它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整个这一章最基础的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节内容 每年都有题 当我们后边正式的讲解金融工具概念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那么对于权益工具的计量比较简单 它不涉及到确认利息收入 也不涉及到调供应价值变动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节我们重点的是 关注金融资产的计量和金融负债的计量 既涉及到初始计量也涉及到后续计量 尤其把重点放在后续计量上 第一个大的标题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 那么初始计量的原则比较简单 不管我们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分到哪一种类别 但在初始计量的角度都是公允价值 这个公允价值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折限制 也认为说不是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分成不同的类别吗 有的是按照贪余成本计量 有的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 有的公允价值变动是进入到损益 有的公允价值变动是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是的 那针对的是后续计量 为什么在初始计量这个环节都是公允价值 因为金融工具这个要素它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生产要素 比如说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 那么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 我们持有存货等等有形资产是赚钱 而持有金融工具这种资产是分钱 就是别人赚钱因为我持有他的金融工具了 要分给我一部分钱 所以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能够脱离其他的生产要素 独立创造信金流量 而某一个时点 它未来信金流量的折现值 就是当前的公允价值 所以在初始计量环节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不管是哪一种类别的资产 金融资产集中负债 那计量基础都是公允价值 那有人说那初始计量这个环节 我们重点是关注什么呢 一个是下边这个 就是第二个小标题 交易费用的处理 那还有一个是后边讲的 应收项目的处理 那还有首日损益的处理 那么对于交易费用呢 如果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技术当期损益 注意这个交易费用呢 是通过投资手益直接就计入到当期损益了 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环节的交易费用作为合理必要支出 是把它寄入到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计额 大家还是否记得资产四兄弟呀 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在初始计量环节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初 是不是都寄入到资产的成本了 而这两种情况 显然上边这个公允价值量变动技术当期损益的 它违背了这一条原则 没有把这个必要支出 就是相关的交易费用 寄入到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融 而是直接寄入到当期损益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一旦它的这个会计处理 不按套路出牌 往往是有背后的道理 如果说大家能够把背后的道理理解好 你自然而然就把它记住了 那下边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说贾公司月初支付100万元的价款 购入某上市公司的股票 把它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核算的科尔木交易向金融资产 另外支付交易费用是5万块钱 到期末它最新的公允价值是涨到了150万元 那么正确的会计处理 初始计量环节 我们按照公允价值100 借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这是它的一个明细账合 那么我们另外发生的5万块钱交易费用 是通过借方充减投资收益 就直接进入到当期损益了 没有把它进成本 那一共是拿出105万元带银行存款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初始计量的粉弱 那么随后到期末进行后续计量 我们要调公允价值的变动 把它进入到当期损益 那你看 它账上记载的金额是100万元 公允价值调整之前的账面价值 或账面余额 而它最新的公允价值呢 是150万元 我们要把100调成150 所以说调整的数字是多少 是50万元 这样怎么做呢 由于资产价值升值了 我们要调整这项资产的价值 由于资产价值的升值 给企业带来一种收益 未实现的收益 所以我们代方确认了一个损益类的科目 因此这个账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有一个二级科目叫公允价值变动 那么带来一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是50万元 大家注意这是正确的会计处理 那如果我们参照资产四兄弟那套原则 直接相关费用就是交易费用5万块钱 记入到成本了 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那就意味着成本是多少啊 成本是100加上50 105万元 而我们最新的期末公允价值是多少呢 期末公允价值是150万 那到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期末做公允价值调整的时候 就得用150减掉105 你看看如果这么算的话 这个结果是多少呢 那这个结果是45万元 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显而易见 这个公允价值的变动 就从100到150 显然是50万元 所以为了确保公允价值变动数字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数字的正确性 我们的做法呢 是把交易费用直接记入到当期损益了 没有把它记住到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极了 等到后面我们讲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呢 企业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算它的初始成本 不管是通一控制还是非通一控制 那么发生的评估法律审计咨询等等 直接相关费用 我们也没有按照资产四兄弟那套原则进成本 是通过管理费用直接记住到当期损益了 也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做法 也有它背后的原因 那么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后边再揭晓谈 第三个小标题 应收项目的处理 我们取得金融资产所支付的价款 就是买价里边 如果包含对方已宣告上未派发的现金股利 这个是针对股票投资了 或者呢 已到复息期上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这个是针对债券投资 前面也都说过了 作为第三类金融资产的金融工具类型 可能是债务工具 也可能是权金工具 那么我们应当把它确认为 应收项目单独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不把这个应收项目 记住到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极恶 那么通过两个例子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先来说应收股利的问题 那么上市公司分红 从先到后要经历这样几个时间点 首先是股利宣告制 就是股东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 他批准了董事会的利润分配方案 由董事会向全体股东对外宣告的日期 那么随后经过的一个时间叫做股权登记日 说的是有权领取鼓励的股东 进行股权登记的截止期限 也就是说到股权登记日这一天的下午 三点钟股市收盘 炒股票的同学肯定都知道 你登记再测的话 才有权利参与本次的分后 就是之前宣告日 宣告的这个鼓励才能够分到你的头上 如果过了股权登记日 第二天我们把它称之为除权日 或者叫做除夕日 那么随后进来的股东 没有权利参与本次的分红 那么随后经过的一个时间叫股力发放日 就是公司把股力还 那么打入到每一个股东户头上的这个日期 假如说我们购买股票的时间段 是在股力宣告日 至股权登记日期间 就意味着这里边包含对方已宣告 尚未派发的现金股率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买股票 那个股价是高的 那高出来的其实就是里边含的什么 含的已宣告尚未派发的现金股率 等到过了股权登记时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那显然我们在这段时间购买股票付的款项当中 多出了一笔钱 那么这笔钱其实相当于是一种什么 它相当于是一种暂付款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钱垫出去 等到过几天鼓励发放日之前 是不是就回来了 就好比买鸡带蛋呢 我们到市场上去购买两只母鸡 这两只母鸡的颜值身材身高体重等等 都差不太多 那假母鸡呢是100块 而乙母鸡呢120块 我们就问那个小商贩那个卖主 为什么乙母鸡多出20块钱 人家会告诉我们乙母鸡的肚子里面有蛋 所以我们多付的这20块钱呢 我们多付的这20块钱呢 相当于是把乙母鸡下蛋的权利买回来了 那么买回去之后呢运到家里 第二天的乙母鸡咯咯咯咯 是不是就下蛋了 下蛋蛋是谁的 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暂付款呢 借一个应收股利带一个银行存款 比如说呢这20块钱 等到股利发放日这个母鸡下蛋呢 我们借一个银存带一个应收股利 你把它充了就完了呗 不要让这种忏负款去影响金融资产 比如说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等 它们的初始成本 那第二个例子是针对债券的应收利息 假如我们购买的这个债券呢 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 每年的节息日 财管上叫割息是吧 假定的是1月8号付上一年的利息 时间截止到上一年 比如说2022年的12月31号这个时间点啊 这叫什么 这叫已到复息期 但什么时候付呢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间点 我们的债券价值里面就包含什么 就是包含2022年一整年的利息 那么一整年的这个利息 什么时候付呢 你说好了下一年的1月8号付吗 所以如果我们购买债券的时间呢 是在你下一年的年初到割息 1月8号之前这段 就意味着啥呀 你得多花一笔钱啊 那多花的这个钱其实就这里面含的什么 已到复息期尚未领取的债券 利息呢依然是一种暂负款 不买计带弹吗 所以这种暂负款呢 我们是先借一个应收利息 带一个银行存款 等到节息日把这钱给我们了 借一个银行存款 带一个应收利息 把它充了 不就结束了吗 大家注意 对于这个应收项目啊 它的处理原则 跟我们把金融资产分到哪一种类别有关系吗 比如说把它分到第一类 通过债权投资核算 把它分到第二类 通过其他债权投资来核算 把它分到第三类 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来核算 甚至呢 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把它指定为第二类 我们通过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核算 甚至 对于重大影响以上的这个股权 我们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大家注意 这个应收项目的数据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权益工具 通过应收股利来核算 如果是债务工具 通过应收利息来核算 所以我们会计的内容虽然多 但是真的是相同的地方有很多 所以大家要善于归纳总结 第四个小标题 是供允价值与交易价格存在差额的处理 在准则里面把它称之为首日损益 就是我们买金融资产花的那个钱 跟它的就交易价格 跟它的供允价值不一致 比如说供允价值的是一百万元 而我们交易价格花掉的这个钱是九十万 你看看 那么这个差额多少钱 就是少花了十万块钱 那少花的这十万 因为按照我们刚刚讲过的原理 在初始计量的环节 你得给我按照供允价值 一百万元来确认这项资产 而我拿出去的银子不是一百 所以这个账做不平 那么十万块钱的这个差额 到底往哪里 即要分两种情况 先说第一个 在初始确认时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供允价值 是依据看好了 他说依据相同一模一样的资产负债 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 那就是比较典型的 是上市公司股票的收盘价 把它作为供允价值 因为它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有报价 或者以仅使用可观察市场数据 的估值技术来确定的 这些话大家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的语言 是39号 公允价值计量 那个准则里边的表述方式 它所描绘的是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 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 当我们将来讲 公允价值计量这章的时候 大家就更加的清楚了 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 按照可信度 我们是把它分成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 那么前两个层次呢 我们认为是比较可靠的 第三个层次是不是就不太靠谱了 而这里面讲的公允价值呢 是处于第一个层次和什么 和第二个层次 就是可信的 什么意思 就是我对登发誓 这个公允价值100万元 它真是公允价值 如果你不信的话呢 你采用一些估值技术 你估一下 你估的结果也是这个金额 而我花了多少钱呢 我花了90 我确实少花了10万块钱呢 那我就在当期确认利得损失 确实是赚到手的 所以呢 就应当将该公允价和交易价的差额呢 确认一下利得损失 如果我们把买来的这个金融资产 确认为分到第三类的话 那就按照100万元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拿出去的钱 是不是90 那么这90万元呢 我们带一个银行存款 赚了多少钱 在初始确认这个环节 因为这个公允价值 它确实是公允价呀 那么我确确实实是少花钱的呀 所以说我赚的这10万块钱 在当期直接确认投资收益 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 以其他方式来确定的 比如说 估值技术里边的参数啊 模型里边的参数 使用了大量的不可观察处置 那它可信度是不是就打折扣了 站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角度呢 这种情况下 就把它落到公允价计量的最低层次 第三个层次了 可信度是最低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说你敢不敢对灯发誓 说这100万元肯定是公允价了 就不敢了 因为如果换一个人换一种方法 那可能是 不是100万 可能是90万95万等等 而我们花了多少钱呢 我们花了90万元 存在 出现了 出现什么 出现了10万块钱的这个差额 那这种情况下 由于这个公允价是不敢 对灯发誓的一定是公允价 所以这个差额就不要再当期确认利得损失了 准则说 予以地盐 根据某一因素 比如说时间在相应会计期间的变动程度 把地盐的差额确认为相应会计期间的利得损失 比如说到资产付债表热货到什么什么时间 这回赶对灯发誓是公允价了 那这个时候再确认损益 那么我们在初始确认环节怎么做呢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100 代银行总管90 那么我们少花的这10万块钱的先别确认损益 比如说我们先把它确认为什么 地盐 手益 等到将来呢 说这是公允价值的时候 回到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时候 我们就再把这10万块钱转到哪去 再把它转将来 我们再把它转到损益里边去 这个手势损益的内容 之前的考试没出过题 所以大家一般了解应该就够了 这是第一个大的标题 关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 我就讲这么多 第二个大的标题是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那这个内容要多重要有多重要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与它的分类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从类别名字上来看呢 那就体现了计量的色彩 你看第一类呢 就是金融资产的第一类呀 叫做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么第二类呢 叫做以供允价值计量 进行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么第三类呢 叫做以供允价值计量 取其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首先我们来说 以贪余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的快捷处理 咱们以购入的公司债券为例 把从初始计量到后续计量 到终止确认 整个环节的会计处理 给大家展示一遍 先说初始确认金融资产 相当于是我们前面 谈过的初始计量了 前面只是讲原则 没讲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放这里面 一起来说了 比如说咱们是 某年的年初 在割席日之前 我们是花了 1150万元的价款 购买了一支面纸 假定是1000万元的债券 里边包含50万元的 已到复习期 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请问这样怎么做 贷方我已经写出来了 贷银行存款的是 1150没问题 那我们借方 大家注意 成本这个明细上 只登记它的面值 面值刚刚说过了 是多少 是1000万元 那我们就借债权投资 成本1000倍 里边包含的50万元 已到复习期 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那如果是分期复习的 我们就把这50万元 记作应收利息 如果我们购买的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 那每一期记起的这个利息 里面含的这个利息 那得等到期日子的时候 连本带利怎么样 一起收回来 所以它收回的这个时间 往往就超过一年了 超过一年的时间收回 你说站在流动性的角度 它是流动资产 还是非流动资产 显然的是非流动资产 所以为了区分这个什么呀 应收利息 因为它是属于流动资产 我们这种情况下 使用了另外一个科目 叫做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大家千万要注意 应收利息是总账的科目 是流动资产 而我们这里面债权投资 一杠应计利息 它是明细科目 或者说它是一个二级科目 那它是什么 非流动资产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就把50 记作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但站在我们考试的角度 比较愿意考的是分期复期的 食物当中也是 投资者比较愿意买的 也是分期复期的 收益率和实际利率和 实际的收益率更高一些 因为你收回现金流 这个时间比较早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账并没有做平 因为借方 它们两个加起来是1050 而我们代方拿出去的钱 那是1150 多花了多少钱呢 多花了100 这100 我们一般是把它称之为溢价 这100呢 记作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等到过几天 割息的时候 我们把这50收回来 借银行存款50 带什么 应收利息50 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 由于我们 假如我们把这个分路里边的 应收利息50摘出来 单独编一笔分路 那就是借应收利息 带银行存款50了 摘出来以后 剩余的分路呢 是借债权投资成本一斤 那么我们带银行存款的是1100 借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是100 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等将来到期日的时候啊 我们是按照面值收回来投资 这样的话 站在现金流量的角度 我们当初投资的时候 拿出去的钱是1100万元 就是当前发生的这个现金流出呢 是1100万元 我是说把这50给他摘出去 因为这个暂付款过几天就给我们了 这样的话我们花掉的这个钱呢 是1100 那么到期日我们收回来的本金 收回来的投资呢 构成现金流入是多少呢 是1000万元发现没有 当初买的时候 付了1100 到期收回来投资的时候呢 或者说你可以认为把它卖掉 收回来的这个投资呢 是1000 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100万元的差价 对不对 这100万元的差价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债券 买赚了还是买赔了 相当于是赚了还是赔了 相当于是赔了 赔的或者说亏的这100万元 分摊到各期的话 你说会导致我们投资这支债券 实际的收益率提高还是降低 如果拿实际利率跟票面利率去比的话 它俩谁大谁叫 那显然实际利率会低于票面利率啊 因此等到后续计量的时候 我们按照实际利率法 算出来每一期的实际利息收入 就是往投资收益这个科目里面记得金额 它要比票面利息 就是我们按照面值成票面利率 算出来的那个票面利息 是不是要比它小啊 所以后续计量一会分路 大家会看到 我们借方往应收利息 或者说债券投资应寄利息 里边寄的是票面利息 就是这个 票面利息 那么我们往投资收益里面寄的日元 是实际利息 由于债券买亏了 亏的那100万分摊到各期 会拉低我们的收益率 这样的话按照实际利率法 每一期算出来的实际利息 寄到投资收益这个账户 里边去的金额就要比什么 就要比按照面值成票面利率 算出来的票面利息 寄到应收利息 或者说债券投资应寄利息 里面的那个金额怎么样 要比它小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怎么样 比较小的 就形成了一个代方的差额 那么这个代方的差额呢 就是我们按照实际利率法 对初始确认的那个利息调整 每一期的贪消额 我们再回到初始计量啊 那如果说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 是在借方 相当于是溢价够入 就是债券买赔了 会使每一期的实际利息 小于它的票面利息 那么我们贪消这个利息调整呢 就从贷方它 那按照借贷平衡的原理 那么我们贪消的时候 利息调整也得在贷方啊 不然的话借贷不平衡了 那反过来呢 如果说我们花了900 不考虑那个买计贷贷 我们花了900万元 购买面值是1000万元的这个债券 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 100万元是不是在贷方 这叫折价购入 而将来呢 到期我们收回来的投资是1000万元 按照面值收回 1000减掉900 是不是有一个100万元的差价 这100万元的差价 你说相当于是赚了还是赔了 相当于是赚了 那么赚的这100万元分摊到各期 会使我们实际的收益率 是不是上升啊 这样的话后续计量 我们按照实际利率法算出来的实际利息 寄到投资收益里面去的金额 就要大于什么 是吧 就要大于按照面值成票面利率 算出来的票面利息 寄到应收利息或债权投资应寄利息里面去的金额 这种情况就是 这边贷方大这边借方小 按照借贷平衡 那你利息调整就出现在借方了 也就是说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 如果在贷方就是折价购入 后续贪销呢就从什么 从借方贪 那么如果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在借方 一下口说 那你后续贪销呢就从贷方贪 也就是说得从反方向贪销 最后怎么样 才能够把它贪销掉 曾经有人问过 说能把它全都贪掉吗 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一期的贪销额呢 是票面利息跟实际利息之间的差额 所以是把所有的贪销额加起来的话呢 相对是全部的票面利息和全部的实际利息之间的差额 那么全部的票面利息和全部的实际利息之间的差额 不就是我们初始确认环节买债权多花的那个钱 或少花的那个钱吗 或者说它不就是我们初始确认往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账里面记的那个金额吗 刚才举的例子是多少 就这一百万元 听懂了吧 所以一定要把背后的这个原理理解释好 这是初始计量环节 那下面正是讲解后续计量资产负债表示 我们要按照实际利息法确认利息的求入 账怎么做呢 来 说要面值乘上票面利息算出来每一期的票面利息呀 我们要把它记提出来 是我们收取利息款的一种权利 到点我就给你要 那么如果是分期付息的 它构成流动资产 那没过几天可能钱是不是就给我了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应收利息 那如果是到期一次款本付息呢 那我们记提出来的这个应收未收的利息 那得是到期日年本带领息收回来 经过好多年的时间构成非流动资产 所以这边我们使用的科目叫做债权投资二级科目 应记利息呀 注意不管是应收利息还是债权投资应记利息 我们登记的全都是啥 全都是票面利息 而代方呢 我们要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实际利息收入 把它寄到哪去 投资收一倍 寄入到利润表 金额怎么算 大家注意 如果金融资产处于减值模型的前两个阶段 关于减值的模型 我们后边单独讲 这里面先利用一下它的结论 所以大家学这一章真的是挺辛苦的 因为有一些内容 它会用到后边的知识 你不说后边的 这还说不清楚 你说后边的 那还没学 辛苦点吧 没有办法 那么如果金融资产处于减值模型的前两个阶段 就是还没有出现发生信用减值的客观证据 你还拿不到明确的这个迹象证据 说减值了 那么我们就用期出的账面余额乘上实际利率算 比如说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其实就是它总账的余额 去乘实际利率算利息收入 那假如说金融资产处于减值模型的第三个阶段 最糟糕的那个阶段 已经出现信用减值的客观证据了 能拿出一二三条迹象了 证明确实减值了 我们就用期出的贪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或者说乘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来计算 所以这里边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只在一种情况下使用 就是针对购入或原生就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就是我之前说的 从娘台里出来就带着减值来的这种金融资产 那么站在减值模型的角度 直接把它打入到第三个阶段 那么我们使用的是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除此以外我们使用的都是实际利率 那么这里边大家也观察到了 如果在减值模型前两个阶段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账面余额 而如果处于第三个阶段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贪余成本 那么贪余成本和账面余额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不考虑减值问题 或者说如果不去提减值 比如说站在我们做题考试的角度 不提减值或者说不考虑减值 那么贪余成本和账面余额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提减值了 它俩就不一样了 差在哪呢 如果提减值了 我们用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减掉计题的减值准备的差额 把它称之为贪余成本 所以说它们两个差在哪 差在哪告诉我 它们两个差在减值准备 也就是说金融资产的减值 如果处于前两个阶段 虽然你提减值了 你确认信用减值损失了 但是对于后续期间利息收入的计算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用期出的账面余额算 但是呢 如果金融资产处于减值模型的第三个阶段 提了减值以后 后续期间的利息收入计算是不是受到影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用扣掉减值准备后的那个贪余成本 成实际利率计算的结果 来我们往应收利息 债权投资应记利息里面记的是票面利息 我们往投资收益账户里面去记的 是实际利息 它们两个不一致 出现了一个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我们就是倒计把它记住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账的借贷方 是对利息调整的谈销 如果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在借贫 就是溢价购入多花钱的买亏了 从贷方谈 如果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在贷方买赚了 折价购入 那么我们这个利息调整从什么 从借贫来谈 那你看 随着利息调整的贪销 那么债权投资总账的余额是不是发生 不断的发生变化呀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如果说从贷方摊的话 资产既贷方 你说资产增加还是减少 显然是减少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越摊越小 那么如果折价购入 如果说利息调整从借方摊 资产既借方是不是增加 那随着利息调整的摊销 那就越摊怎么样 越摊越多 所以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那么针对分期付期的债券 节期日呢 我们把利息款收回来 借银行存款带应收 利息就可以了 接着往下面走 中途处置 前面也谈过了 那么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比如为了止损等等 我们中途把金融资产处置 不影响有模式是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 那么卖掉收的钱 借银行存款 我们把债钱投资的账面价值给冲销 那么站在这个债钱投资账面余额的角度呢 把成本利息调整 应激利息这些明细账的余额反向冲销 成本和应激利息的余额肯定在借方 所以说从贷方冲 而利息调整的余额可能在借方 也可能在贷方 那么总而言之呢 我们是从反方向把它冲掉 如果提减值的话呢 把债钱投资减值准备的余额呢 也冲掉 那么产生的这个差额作为利得损失 把它记住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接着走到期收回投资 我们要带一个债钱投资成本 是它的面值 比如说利息调整哪 利息调整的余额已经摊没了 那么针对分期负息的债钱呢 我们把记提出来的最后一期的利息 把应收利息给冲了 那么针对到期一次还本复息的债钱呢 我们把累计记提出来的 记住到债钱投资应计利息的余额呢 给它冲掉 那么连本带利借银行存款 这不就结束了 那下边呢 我们有了前面账务处理做铺垫啊 相关的概念给大家做一个界定 先说实际利率 那这里边的实际利率法呢 概念我就不读了 其实咱们这一笔分路啊 就是后续计量的这笔分路 我们用面值成票面利率 记提出来票面利息 借应收利息或债钱投资应计利息 我们用期出的账面余额和贪运成本 乘实际利率 算出来实际利息代投资生意 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 倒计利息调整的贪销额的这个做法 就把它命名为实际利率法 所以愿看自己回去再看一看 那么这里边用到的利率有两个 一个叫实际利率 一个叫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那么他们两个的本质区别呢 就是算实际利率的时候 不去考虑信用减值问题 就是不去考虑预期信用损失 而我们算经信用调整实际利率的时候呢 要考虑到预期的信用损失 那么除此以外啊 这两个利率的计算呢 含义呢其实没有本质差别 先说实际利率 其实就是这两个的这个实际利率的算法啊 都是跟财务成本管理里边 投资项目预算 投资管理里边的那个IRR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就是内含报酬率的算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实际利率就行了 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在预计的存续期的估计未来现金流 而未来的现金流量 折现为 为什么要折现呢 因为未来的现金流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时间点等额货币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折现到当前实点 那么折现为该金融资产账名余额 或该金融负债贪运成本所使用的利率 那这边的用词呢 金融资产使用的是账面余额 为什么 因为没有考虑减值 而金融负债这边使用的是贪运成本 那为什么金融负债这边 不使用账面余额 使用贪运成本呢 因为多数金融负债啊 是不提减值的 你琢磨琢磨 如果金融负债提减值 这是什么 这个回我们三观啊 我借你一千万 到期的时候找你要钱 你还我九百万 我说你为什么还我九百万 你说哥呀 我对这个债务啊 提了一百万元的减值 你不耍流氓吗 容易哀笑 既然多数金融负债呢 不提减值 所以说他的账面余额 和他的贪运成本怎么样 那就一样了呗 而在这里边 我们算的是实际里 不考虑减值问题 所以说金融资产这边 使用的就是账面余额 站在现金流量的角度 这里边大家注意 这里边的账面余额 其实就是初始确认还节 债权投资总账的余额 那总账的余额 如果不考虑那个买鸡带他 因为那个是先拿出去 然后又给你了 那就意味着 这个账面余额 相当于是我们投资债券 的这个时点 发生的现金什么 说 现金流什么 发生的现金流出 说让他跟谁相等呢 都说了预计存续期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箱呢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未来现金什么 未来现金流什么 未来现金流入的限制 让当前的现金流出 和未来现金流入量的限制箱呢 按照内插法或插值法 算这里边的什么 因为你折现了 这里边要用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里边要用到一个折现率 这个折现率就是什么东西 告诉我 这个折现率就是这里边的实际利率 这不就是内含报酬率的算法吗 而经信用调整实际利率呢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未来现金流 折现 让这个限制跟当前的贪云成本相呢 这个贪云成本就是用账面余额 检调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检调减值准备 本质上也是现金流出啊 也是未来现金流出这样的限制 让它跟现金流出相等吗 按照内插法 算这里边的折现率作为什么 作为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所以这个一般了解就够了 贪云成本 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我们准则界定的贪云成本 它既适用于贪云成本企量的金融资产 也适用于贪云成本企量的金融负债 那么他说的贪云成本呢 说应当以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来确定 由于他所界定的这个贪云成本 是经过一系列调整后的结果来确定 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期末贪云成本的概念 那具体怎么调整是我们的关注点 第一个扣除以偿还的本金 这说法有点问题 这个说法是站在债务人的角度 关门嘛 如果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呢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呢 那么这个表述应该是扣除以收回的本金 一个意思啊 明白就行了 那么第三个调整是扣除 既提的累积信用减值准备 仅适用于金融资产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多数金融负债是不贴减值的 那么由于我们算贪云成本呢 扣掉了减值准备呀 所以它相当于是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是账面价值 相当于是账面价值啊 那么这一点呢 它和什么 它和资产四兄弟那边 账面价值的概念 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说我们用存货 比如用库存商品的账面 有个减掉 存货跌价准备的账面 有个这叫什么 这个账面价值 再比如说固定资产 我们用固定资产的账面余 减掉累积折旧的账面余 减掉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的账面余 叫什么 叫账面价值 而这里边呢 算贪云成本扣掉的减值准备 所以说对于贪云成本 其量的金融资产来讲 贪云成本和账面价值 一个概念 大家注意 强调的是贪云成本 伎量的金融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和它的贪云成本 是一个概念 来那么中间的这个调整比较特殊 我们要加上 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 将该初始确认金额 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 进行贪销形成的累计贪销额 比如说我们之前举的那个例子 不考虑应收利息 我们付了相当于是1100万元 购买了价值是1000万元的债券 还记得吗 那我们贷银行损款1100 借债券投资成本的是1000 出现100万元的借方差额 是借了一个债券投资 利息调整 还记得吗 接着走 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个原理 大家还没有完完全全听懂的话 那下面我们再通过一张图 把债券价值摊销的一般原理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也看到了 那显然这张图呢 两种情况全都涉及到了 那上面这种情况 我们是花了1100万元的价款 购买面值是1000万元的债券 把它称之为溢价购入 所以这1100万元呢 就是构成债券投资的初始确认金额 或者说初始确认缓解总账的余额 那么这里边的1000 具体的明细账呢 1000是寄作成本 那么100是寄作利息调整 这个利息调整后续计量 要按照实际利率法 一期一期的把它摊掉 假如说到这个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呢 我们摊掉了多少 我们摊掉了80 请问 它在这个资产负债表日时点 最新的摊余成本是多少 是1100加80还是1100减80 由于最后呢要把它摊成什么 摊成面值啊 那不越摊越少吗 所以1100减掉80的结果 1020就是它在这个时点 最新的什么摊余成本 那不就是一个期末摊余成本的概念吗 下面呢 我们花了900万元的买价 购买的价值是 面值是1000万元的债券 初始确认的总账余额是900 那具体的明细账呢 我们借债权投资成本是1000 贷银行存款的是900 贷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是100 那么这100万元贷方的利息调整 后续计量按照实际利率法 一期一期的把它摊掉啊 那你说 假如到这个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呢 我们摊掉了80 算最新的摊余成本 请问这80是加还是减 由于呢 我们从900到什么 到这个 就是初始确认金额是900 到期日金额的是1000 那从900到1000 是不是越贪越多 这样的话 用900加上80 看看这个结果呢 是980就是什么 最新的摊余成本 这回是不是理解的透透的了 即是一 不计题信用减值准备的情况下 那账面余额和摊余成本是一样的呀 如果说我们平时做的题 或者说考试题 不考虑简直 你说贪余成本也行 你说账面余额也没问题 那我们习惯是说啥 说贪余成本 所以硬试的时候呢 我们用下列公司算贪余成本 期末贪余成本用D来表示 等于期初贪余成本用A来表示 加实际利息 站在金融资产的角度呢 就是实际利息的收入 坐上往投资收益里面去寄的金额了 我们用B来表示 把它就是把它加上 再减掉现金流量用C来表示 那么如果是分期付息的债券呀 其实这个现金流量呢 就是每一期我们收回来的表面利息 那么微博上有人发私信问过什么问题呢 他说这个分期付息的债券 有的题呢 是当年年底结算利息 有的题呢 是下一年年初怎么样 结算上一年的利息 说你这个公司 是不是只适用于当年年底 有现金流这种情况 不是的 就是不管是当年年底结当年的利息 还是下一年的年初结上一年的利息 都算做当年的 都算做当年的现金流 别犯这种糊涂 所以呢对于分期付息的债券 我们减掉的这个现金流量啊 就是每一期的什么 针对分期付息的债券 就是每一期的特别利息 也就是说那如果是到期一次环面 付息的债券 平时是不是就没有现金流 你说对了 平时就没有现金流 没有现金流 这个公式里面这个位置就是零 那么这个公式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公式 就是著名的后面讲课的时候呢 我就说D等于A加上B减掉C的 大家要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是期末贪运成本等于七处贪运成本 加实际什么实际利息减掉现金流量 那么这个公式呢 它既适用于贪运成本企量的金融资产 它也适用于贪运成本企量的金融负债 那么如果是金融资产 这边的实际利息呢 说的是实际利息收入 如果是金融负债 比如说应付债券 那这边的实际利息呢 说的是实际利息费用 是不是得理解了 没错啊 那么这边的现金流量呢 如果是金融资产呢 说的是现金流出 如果是金融负债的话呢 说的是现金流出 所以我这么写公式啊 其实是一个通用的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 我为什么说它的性价比极高 因为后边好多章节的内容 都用到这个公式了 或者说都可以用这个公式 甚至是租赁那张里边的租赁负债的计量 我们都可以套用这个公式 包括收入那张里边 分期收款销售 具有重大融资成功的 那个长期应付款的计量 包括固定资产 我们前面固定资产的那一张 谈到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 具有融资性质确认的 长期应付款的后续计量 都适用于什么 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 大家在记的时候苦恼在哪里 苦恼在这个加号和减号的问题 正确的算法是 加实际利息减现金流量 我今天把它背下来 明天 减掉实际利息 加现金流量 错了 那为什么是 加实际利息减现金流量呢 我把背后的这个原理 给大家分析一下 原理你懂了 你就怎么样 你就很容易把它记住了 你想望都难 比如说年初 我们往银行存1000万元 假定一年期存款的利率 是2% 那么到年底 我们把这个钱取出来之前 你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 来吧 年初存进去1000万 那么到年末呢 是不是经过一年的时间 它要升利息 升的这个利息 是1000乘上利率 刚刚说的是多少 2% 所以就要你这里边的 这个时候 咱们的余额就是1000加1000乘百分之 1000乘百分之二呢 是多少 这是多少 这是20万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账面余额呢 是1020万 就是它最新的财源成本 所以实际利息的前面就是怎么调整 就是加 就是把它加上 因为使我们的余额变大了 那假如说到年底之前 或者下年初之前 把上一年升的利息 有一部分取出来了 比如说咱们取出来多少钱呢 取出来10万块钱吧 这个时候你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你不得在1000 这是多少 刚才是1020是吧 我们不得在1020的基础之上 减掉这10万块钱吗 1001是最新的账面余额 贪面成本 所以现金流量怎么进行调整 那就把它减掉呗 这是这个公式的原理 我就给大家解释完了 剩下的工作 就交给你们了 相信以你们的聪明才智 几秒钟就能够把这个公式 牢牢的记住 提下 如果提信用减值的话呢 贪用成本等于账面余额 减掉信用减值准备 这个其实之前都已经说过 来下面一个概念叫做利息收入 我说的是实际的利息收入 我们一般是用期出的账面余额 乘实际利率算 但下面的情况除外 第一个是购入或原生的 就已经发生性减值的金融资产 那我们应当怎么样 直接把它打入到减值模型的第三个阶段 用扣掉减值准备的贪用成本 成什么 成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算 利息收入 其实前面我也都谈过了 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 那么 全二呢 说对于购入或原生没有发生信用减值 但是后续期间成为什么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就是后面堕落到减值模型的 就是购入的时候挺好的 质量挺高的 后面堕落到减值模型的第三个阶段 我们应该按照它的贪用成本 因为在第三个阶段 我们要按照扣掉减值准备后的贪用成本 成实际利率算利息收入 其是 其按照上述规定对金融资产的贪用成本 越要实际利率法算利息收入的 我们按照贪用成本算利息收入 声明它处于减值模型的第三个阶段 如果说该什么 该金融工具在后续期间因信用风险有所改善 而不再存在信用减值 而且这一改善在客观上 可于应用上述规定之后 所发生的某一事件相联系 比如说债务人 他的信用评级已经被上调了 有好转了 我们应当转按实际利率 去乘以该金融资产的什么 账面余额算利息收入 按照账面余额算 声明它回到减值模型的第二个阶段 甚至是什么第一个阶段 那我问你 你说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提减值的金融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啊 那第三个阶段提的减值 肯定比前两个阶段提的减值是比较大 而我们现在是从第三个阶段回到前两个阶段了 那就意味着作战的时候 我们要把原来多提的那个减值进行什么 进行转回锤 所以说这句话呢说白了在讲转回的问题 转回的话呢 就是我们确认减值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什么什么科目 那么我们转回的话呢 反正做就完了 提减值借信用减值损失减少档期利润 那么转回呢 我们带信用减值损失呢 增加档期利润 那么准则把这个问题怎么描述的呢 如果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他说这是损失 那么转回信用减值呢 他说这是利得 所以对于减值他有两种表示 表述一种是减值损失 一种是减值的利得 那么减值的利得说的就是转回 OK 到这的话 我们就把第一类金融资产 计量到原理部分给大家讲了 那么下节课呢 咱们刷几个梯 这节课就介绍这么多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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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